大家好,我是大雷 今天準備帶大家去山上看看 好久都沒有上山了 好安靜啊 好安靜啊 好像是捉木鳥 好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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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謀我們在錄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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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鴨子 现在我身边有几棵白花树 这个白花树上面的树皮是特别愿意着火的 在我们这边以前是用来引火用的 就手里拿了这个现在 特别愿意着 有点累了歇会儿 点都是火吧烤点好吃的 其实是准备的 一小时点都是不够的 等一小时左右 很准备有熟细 终于点着了 不容易啊 看着这个材料挺干的 但是点起来还挺费事的 因为现在是不属于防火器嘛 这材料都比较湿 本身烧起来就费劲 防火器的话应该是会好点点 现在准备把我这个肠给它穿上 一会儿马上就变成火炭了 可以开烤了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好嘞 尝好了 哎呀 还没变成火炭 应该怎么给它放上 这里面有松树 松树油的味道还是比较好的 到时候烤出来的肠也带那个味道 差不多了 怎么样 老香了 闻着 看 哇塞 这个肠不错哈 哇 美味啊 鸟都粉的味尝过来的 这肠真好吃 真跟普通的茶味道不一样了 看 哎 哎 哎 冒油了 看 美味啊 嗯 嗯 里面有 木炭那个 味道 下回应该带个网 把网给它摆在火炭上 然后 这个切肠给它切成片 往上一放 再往顶上杀点子兰啊 或者其他的东西 想想就好吃 我这个差有点留的 明天吃 哎 再来个菊子 为什么这菊子都比平时吃的甜呢 嗯 还有一点要说明了 像这个野外点火呢 一定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在是一块冰上 在点的火 周围没有易燃的 然后在点完火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 让它全完全灭掉之后 再等个十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发现附近啊都没有 要着的迹象了 人才能离开 在一个点火的期间呢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大风天 特别是你周围有很多易燃的 柴火之类的 这都是要注意的 像我这样在山上点火呢 这样的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呃 大家有的别模仿啊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 火不能灭了 我这还有个肠 不能浪费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